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 Agnes 美國近日宣布 將三間涉及新疆的公司 跌入禁止進口清單入面 目前已經有68間的中國公司 出現在美國政府所謂的 參與強迫勞動項目實體清單上 幾乎是今年年初的兩倍 美國對中國的挑釁和打壓 無日無之 除了阻礙中國留學人員入境 大幅增加關稅 不停向台灣出售武器 甚至不斷擴大禁止新疆貨品進口 打擊中國的手段 早已超出無所不用奇極的程度 美國國土安全部日前宣布 三間中國公司涉嫌強迫新疆維吾爾人勞動 已將有關公司列入禁止進口清單 當中包括鞋類製造商 東莞綠洲鞋業有限公司 電解鋁製造商 新疆神火煤電有限公司 及食品加工商山東美街集團有限公司 美國國土安全部聲稱 他們正是擴大對新疆海鮮、鋁和鞋類等行業的關注 並確保將強迫勞動製造的貨品 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 其實美國國土安全部今年5月中 亦以涉及強迫勞動為由 宣布增加禁止26間中國棉花貿易商 或倉儲設施進口產品 其中有21間被認定在批發市場上獲取 及反售新疆棉花 其餘5間亦都被發現採購新疆棉 美國國土安全部甚至指出 這次公告的清單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雖然被列入清單的棉花製造商總部不在新疆 但美國應定他們的棉花是來自新疆 美國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更揚言 美國將會繼續執行他們的紡織品執法戰略 聲言要讓中國為剝削及虐待維吾爾人負責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即時反駁美方的無理制裁 指所謂的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 只是美國少數政客破壞新疆穩定 壓制中國發展的工具 中國外交部批評 美方一直以謊言為依據 一意孤行實施涉疆的惡法 將中國企業跌入有關制裁清單 嚴重干擾中國內政 嚴重擾亂市場正常秩序 嚴重違反國際貿易規則 和國際關係基本盡則 實質是企圖在新疆製造強迫失業 以人權為名侵害廣大新疆群眾的 生存權、就業權、發展權 以僵制華的險惡用心超然若欠 事實上 由2019年中開始 美西方的媒體和所謂的智庫組織 陸續發表報道和研究報告 指新疆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 在種植和收割棉花的工作是強迫勞動 而由那時開始 美國政客就不停地炒作新疆強迫勞動話題 隨後更加是駕床疊屋地推出大量的制裁措施 美國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 借新疆打壓中國 不單止沒有幫助到新疆人民 只是影響他們的民生經濟發展 更加是令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受到連累 除了不同的政府部門借新疆不斷插裝嫁禍之外 美國反華議員也繼續煽風點火 美國國會在2021年通過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 防止由新疆地區進口商品 美國國會發表的報告表示 他們發現總部位於加州的汽車供應商白恩斯公司 由四川京偉達採購零部件 四川京偉達在去年12月亦被列入實體清單 美國國會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毅登 6月10日表示 他正在擴大調查德國汽車製造商BMW 使用被禁止的中國供應商的電子零件 毅登上個月表示 經過為期兩年的調查 他獲釋BMW向美國進口了至少8000架Mini Cooper汽車 其中的零件來自被2021年被法律禁制的中國供應商 並且BMW在至少4個月之前 繼續進口了違規零件的產品 所以他致涵向BMW的美國公司施壓要求解釋 BMW集團沒有向媒體回應有關的指控 但這間公司上個月表示 已經採取措施停止進口受影響產品 並將採取行動更換特定部件 又補充說 在就業實踐、人權和工作條件方面 有嚴格的標準和政策 公司所有的直接供應商都必須遵從這些標準和政策 美國無極限的打壓 首當其衝的是廣大新疆民眾的利益 而外國企業亦受到嚴重影響 難以正常做生意 美國的作為是選天下而不理己 最終必自作自受 今日的節目時間到此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斷打 拜拜